亲爱的朋友,大家中午好 欢迎来到我们每周六的欢乐大家唱的时间 很多人朋友讲说是周六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 下午唱歌,晚上唱戏 真的是周末就是应该轻轻松松快快乐的度过 这是我们最愉快的日子 那么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加拿大华人圈服务中心的网络平台欢乐大家唱的时间 今天因为我看这个时间段 有时候正好是中午 有此期我知道像阿塞大哥,阿塞文革华 跟我们这里有三个小时的时差 那么一会儿就到了年午饭的时间 蒙特利尔可能是刚刚吃过午饭 那么因为是周末 所以是全家团聚的日子 应该是孩子们也不上学 孙子孙子辈儿孙女辈儿也都不上学 都在家 要做饭,要吃饭,要在一起玩 我刚才还跟主席在吐槽说 哎呀,我家里还一堆的事一堆的事 种种种种 其实周末真的是既是一个快乐的时光 又是很忙的一个日子 那么大家能够排除万难 克服种种的困难 来到咱们快乐时光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高兴 今天呢,因为各种原因吧 我觉得是有朋友还没有上来 那么按照我们接龙来讲 我们第一位是高霞大姐 那么高霞大姐好像这会儿还没有上来 按照我们顺序 那么接下来呢 让我们请出我们这位 恨英女士 已经看到她了 她为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首特别好听的歌 真的好想你 真的 疫情期间隔断了我们很多面对面 直接的这种联系 但是千难万贤 歌不断 阻断我们对您的思念 好,真的好想你 献给在座的各位 有请 谢谢 谢谢 您真的是很辛苦 哎呀 真是很感恩你们大家 给我们大家都带来这么个提供 大家来放松一下 不挺好吗 哎呀,真是辛苦 我真的看你们很辛苦 你不对我们的李洋老师 哎呀,我看好多照 我都以后能不能跳 我总是跟我们真的跳 真的是很开心 谢谢,谢谢 所以呢,我来唱这首歌 这个通常唱好 让大家呢 希望能够喜欢 我尽量唱得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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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